这次跟大家讲一下牙野这个问题 其实现时的青少年或者成年人都很喜欢牙野的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生物水平提高了 很多花天酒地的地方,很多野生会给大家的 就算不是享乐方面,工作方面的压力 你读书那些学习的情况都会令到你很多时候要捱野 如果你年纪轻,你刚刚捱野没有什么特别觉得不舒服的 但你时间久了,日积月累,你就会觉得身体大不如前 其实捱野对我们身体造成有多少伤害,你知道吗? 你当然不清楚了,否则你一定会小心不要捱那么多东西 现在就告诉大家,你要注意些什么?有很多害处的 第一,这个很多人都会知道的,就是增加你患肝病的风险 因为肝脏是每晚上11点至凌晨1点这个时候是负责排毒的 它排毒的时候是需要在熟睡之中进行 如果你是捱野的话,肝脏的功能就会敏乱 那敏乱,它的效果自然是降低了,就容易得到这个肝病 所以有肝病的朋友,一定要在11点之前就要去入睡了 第二点,大家女性朋友很多都清楚的,你的皮肤会越来越差的 为什么呢?原来保养皮肤的最佳时间是晚上10点至2点 如果这个时间睡得不好,那你身体里面的内分泌 神经系统就遭受到破坏了 遭受破坏,它表现就在你的皮肤上越来越粗糙,没有光泽 所以女性,爱美的朋友,千万不要牙野 首先伤害的就是你的肌肤 第三点,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你的视力会变差的 除了牙野,第二招你会出现红猫眼 这个其实是一个黑眼圈 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你这个是形象上的问题 但是真真正正,你的视力是会受影响的 因为你的眼睛是得不到充分休息的嘛 你的视力就会变弱的了 如果你是睡觉之前还要玩手机的 你的眼睛更加处于疲劳状态之下 那你怎么会充分休息呢? 自然视力下降,干劫的情况出现 很容易有肝眼症的 你会时时觉得眼刺痛很麻烦的 第四点就是免疫力竟然会下降的 因为牙野之后,很多人第二招觉得很累啊 提不起神,为什么会这么疲劳呢? 是因为我们身体没有足够的休息 那么免疫力就会下降的了嘛 免疫力下降的人呢 如果你是有那些呼吸道问题啊 肠胃病的呢 这些就很容易发作的了 第五点呢 竟然可以造成不可逆转的大脑损伤哦 因为人的交感神经呢 它休息的时间就是夜晚 在白天的时候呢 它是在一个兴奋的状态的 如果你捱眼的话呢 这个交感神经就在一个兴奋状态之下了 那么变成白天的时候 这个神经就很难在一个兴奋状态的了 这样就会令到你的记忆力下降啊 注意力不好啊 头痛等等情形了 而最近在神经科的科学杂志里面 有一项研究第一次发现 它说睡眠不足对大脑造成的损伤 是没有办法通过你睡多些来保护的 这个所以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了 第六点呢 就是会容易肥胖 为什么呢 熬夜的朋友呢 他多数这样一刻就觉得特别肚饿的 结果肠子就会响的了 那你自然就会找东西吃的了 你吃多数都是那些叫Junk Food 薯片或者漢堡包 这些全部不是一个这么健康食品 而且你这么晚吃的时候 你接着没多久如果睡觉 那就变成在里面没曾消化太好 令到你第二天就觉得肌肌肉不振 你就不吃早餐 这样就造成你的营养不均衡 会是引致你越吃越多这些这样的Junk Food 越来越肥胖 因为未消化完 那脂肪积聚 那就导致肥胖 还有营养不均衡 第七点竟然是增加患癌风险 这个我以前曾经介绍过 在世卫警告 然后长崖野会增高生癌 你如果找回这个视频就看到了 我在这里提及 女性如果长期夜班工作者 患乳腺癌的机会增高了 而男性长期夜班工作 患前涅腺癌是会增高的 那为什么这样的情形呢 因为癌细胞是在细胞分裂之中产生出来的 而细胞分裂是什么时候进行的 原来是我们睡眠中进行的 我们癌痕就令到睡眠的规律是混乱了 影响了正常细胞的分裂 那就会导致细胞的突变 细胞突变就容易产生癌细胞了 所以加上你经常癌痕令到人的免疫力低 抵抗力低 那就更加容易导致患癌风险的增加了 最后一点大家都很清楚的 你如果癌痕得多 你起床牙育肿痛 或者那些女性的朋友 面上很多青春痘都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你长期癌痕 令到身体是负荷在工作之中 没有得到正常休息 那就容易出现功能性的敏乱 这个就是中医华上火了 所以你上火就在皮肤表现了 在这些牙育肿痛出现了 所以如果在这样的情形 你一定要补充多些水分 来降回你的火 现在大家知道牙痕对身体这么多害存了 如果你真的逼不得已要牙痕 没得好说 如果为了吃喝玩乐 那你真的要认真考虑一下先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